众所周知 中戏96表演班是娱乐圈大名鼎鼎的明星班 从这个班毕业的学生线如今都成为了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张子怡、青海路、刘燕、秦浩是国内外公认的影帝 以后,袁全、胡敬、梅婷也已经战略演技成为国民女演员 你以为这群星光异异的演员有今天的成就是天赋一饼吗? 那可打错特错了 当年还是学生的他们 在中戏度过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求学时期 大家都觉得学习太难了 班主任太严格了 想退学回家 那么,银行门的求学之路有多严苛呢? 大一教不上作业 学校直接开除 学风不够好 听课整顿 首先光是作业这一关 就难道立一帮人 刘燕当年是班里年纪最小的 没有表演经验又不善交集 承受不住压力时 常常一个人跑到时差海哭 期末交付出汇报作业急得打电话 他回家说想重新考大学 不想读中戏了 和刘燕一样 刚若学时张子怡也是学渣一枚 人曾因为交付出作业 一起抱头痛哭 张子怡还在访谈中说 自己对表演的领悟能力较低 学业的压力甚至让他产生了退学的念头 除了想退学的这两位影帝以后 其他同学也被作业的压力 逼得神经紧绷 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 无尽后会学表演 害怕的不敢支持老师的眼神 觉得人生是黑色的 连圆圈也自飞的不敢抬头 不敢参与社交活动 即使是看起来有些霸体质的秦海路 也深受作业困扰 担心管课被开除 因为这样就拿不到文凭了 而这个让全班同学都陷入学生活认 又爱又怕的老师就是 常力 中系的表演戏教授 大家可能对常力不太熟悉 他不仅在中系当老师著书里说 还导演了十几部音乐剧 可以说是得意伤心的艺术家了 常力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 不轻易让学生在校期间出去拍戏 只要不是真业的团队 好的导演 剧本 都不让学生接 在他看来 打好 基础才是演员要做的事 再看看现在是表演的学生 刚入学身上就签约了好几部戏 对于艺术的浮躁 才出现了现在的烂片遍地现象 因此常力老师的匠人精神 在今天看来越加难得 他说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应该是艺术上的 老师无法让学生如何成名生财 但能够教学生如何走好演员这条路 小巴想 张力老师可以非常自豪的说 96届是他带过最好的一届学生 也验证了严实初高途这句话 96届的中系学生大学过得虽然不轻松 但正是在这种严格的教学制度 也将新的老师的培养下 我们才看到了今天 称起娱乐圈败毕江山的优秀演员们 如果像常力这样的演示再多一些 像张子怡留也这样 啃吃苦耐劳的模拟演技的学生 再多几个 娱乐圈也不乏好演员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